我叫小鲁,是一名鲁蛇 俗话说得好,人生就像鲁蛋 因为不知道你会鲁多久 而我的人生已经鲁到变成阿婆铁蛋了 从小我的梦想就是成为各领域的大师 今年30岁,唯一达成的只有神奇宝贝大师 上班三年,我问老板可以调心吗 老板叫我死了这条心吧 算命的说,我今年会坠入爱河 结果去高雄出差,车子打滑,果真坠入爱河 为了摆脱这种鲁蛇的生活 所以我来到了传说中的脱鲁诊所 我来帮你拔把脉 看你到底有什么病 心里乏魂,耳朵发沉 眼睛毛毛的 天啊,我是要死了吗 是不会死 但顶多变成北投公园奔跑的丧尸 不,大夫救我 我的人生到底是出了什么问题 问题就出在那口气 当初上帝造人的时候赐给人一口气 这口气非常的宝贵 气在人在,气亡人亡 所以这口气会让你找到上帝 认识自己 找到生命的价值 这么厉害啊 上帝创造的你 是个伟大的CEO 你可以管理海里的鱼 跟小鲸鱼 空中的鸟 鱼鱼鱼 地上的走秀 卡比兽 在哪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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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看来你果真病得不轻啊 那我该怎么做 救救我,大夫 收服宝贝莫召集 擦扁升级有秘技 先让上帝收服你呀 收服你 来 抓宝攻略在这里 大夫 你果然是大师啊 但是 这要怎么用啊 唉 当然是用来灵修啊 自己的灵命自己救 自己的牧者自己做 你是鹿蛇不可怕 鹿蛇不灵修才可怕 我从小就你一把 更何况你这个病入膏肓的鹿蛇 有病就要吃药 来 祷告药粉 毒精药水 敬拜交囊 早晚各一次 口服 还要幸福啊 保证你药道病除 不必回肿 重要 没有错 可以说是居家旅行 救人一命 必备良药